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Niki 丹丽飞 在我还没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出去 还有打开所有的小铃铛 这一期影片呢 是关于如何购买NFT 那我之前呢 有拍了两期影片呢 就是关于NFT的 第一期影片呢 就是NFT的项目 第二期影片呢 就是购买的NFT呢 赚钱了 还有就是要小心NFT的杂片网址 好 我们来到这个OpenSea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这个MyWallet 那连接这个Metamask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你点击 那点击之后呢 就需要下载 然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注册一个新的Metamask账号 好 那现在呢 就是点击Get Started 然后呢 如果你之前是拥有的话呢 你可以Import Wallet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可以Create a Wallet 那Create a Wallet呢 你就点击I agree 然后就输入密码 然后点击I have read and agree create 好 我们来到这个Secret recovery phase 这个是什么呢 非常的重要 你点击一下呢 它就有出现这个字 你必须要把它抄下来 那建议呢 不要把它写在网络上 也不要就是拍照起来喔 建议是写起来 那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就是接下来 如果你的电脑坏了 那如果你想要登录你的这个Metamask的账号呢 你就需要这个Secret recovery phase 那如果你抄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击Next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你的Metamask账号 那你可以看得到呢 这个就是你的Account的地址 那如果说有人要转ETH给你呢 那你就要把这个copy and paste给他 那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是0ETH的 所以呢 你需要去购买ETH 转入这个Metamask 要在哪里购买呢 你可以在火币币安等等的这些平台去购买 购买之后呢 就转过来这个Metamask账号就可以了 那要如何购买呢 当你的这个Metamask账号有了这个ETH呢 你就可以到OpenSea 到OpenSea呢 你就可以去购买你想要的这个NFT 那比如我CryptoBoo CryptoBoo呢 是我之前就是有去买的一个项目 那要如何购买呢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BuyNow BuyNow呢 就是会出现的是你马上可以购买的 这里你可以看到价格 Last呢 是他之前购买的价格 他之前购买是在2.5ETH 那现在你跟他买的是2.95ETH 你就点击BuyNow BuyNow呢 你就需要连接你的账号 看到吗 点击这个按Next 按Connect 然后呢 你就已经连接了你的账号 好 那你现在点击BuyNow 就会出现这个 那你可以看得到呢 购买是需要2.95的ETH 这个呢 是市场的转换率 你可以看到多少美金 打勾这个 然后Confirm Checkout呢 就可以购买了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 刚才呢 我是教大家BuyNow 就是现在买 那On Auction是什么呢 就是拍卖 那你点击这个On Auction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这一些呢 都是正在拍卖的 那我点击进去 那你可以看得到呢 最少竞标的价格呢 是3ETH 那你可以点击 那我现在要进行这个竞标 我就输入3ETH By checking this box 然后Placebit就可以了 你就是进行这个竞标 那你可以在这里呢 就是看得到你的名字 那你可以看 就是这一些呢 是别人的竞标 然后几时呢 到期 那你可以看呢 这个竞标呢 也有一个截止 热期和时间的 所以你可以看 现在剩下13个小时给大家就是竞标 所以竞标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 那我要如何把ETH 转换成WETH呢 你可以点击上方 然后你点击这个MetaMask 然后点击Swap 你就可以看得到ETH 那你要换去什么呢 换去WETH 好 你就点击之后呢 你要把多少的ETH 换去WETH呢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ReviewSwap就可以了 每一次换呢 都需要给一次这个Gas fee的 所以要注意哦 不要很频密的去换 好 那就这么的简单 然后呢 你会回到去这个首页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ETH和WETH 那ETH和WETH有什么分别呢 WETH呢 是用来竞标的 那ETH呢 是直接购买 这个就是它的差别 所以如果你是要竞标任何的NFT呢 你都需要有这个WETH 进行竞标 那现在呢 你已经知道如何去购买 还有就是进行竞标 那现在要如何卖掉你的NFT呢 你可以点击你的这个profile 好 点击你的profile呢 选择你要卖的这个NFT 之后呢 点击sell 那sell呢 就会有出现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固定的价格 所以你要卖多少 比如这个我要卖ETH 然后呢 你的热期呢 是要多少 你可以去选择 你要一天三天一个星期呢 都没有问题的 当你决定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Complete listing就可以了 好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是说拍卖呢 sell to highest bidder 这个就是竞标最高的 你就卖给他 所以就是这个 那最低的这个竞标价格是多少呢 你可以去决定 你可以可能0.5 还是1 还是1.5 都可以 当你少于就是市场价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知道的 0.1呢 是少于市场价了 所以呢 他会建议你可能更高一些 看到吗 ok 比如最低的竞标价呢 是1 WTH 还有就是多少天你可以去选择 然后也是点击Complete listing就可以了 好 那如何买卖NFT呢 的教程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呢 给我一个赞 还有就是写有帮助 谢谢大家 拜拜